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政府剛剛宣布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決定 向農運巴士和城巴批出十年期的新專營權 到2033年為止 其中城巴和新巴會合併 新巴的巴士網絡將會併入城巴 政府發言人說 農運和城巴新巴的現有專營權下 一直都為乘客提供適當而有效率的服務 今次批專營權給農運和城巴也承諾 會就巴士安全 乘客服務等等投放資源 以進一步提升巴士的服務質素 農運巴士和新巴是專門處理北戴嶼山巴士網絡的專營權 就原定在2023年5月1日戒滿 新批出的兩個專營權有效期也會去到2033年5月1日 至於城巴專門處理港島和過海巴士網絡的專營權 就在26年6月1日戒滿 行會今天決定將專營權戒滿日期收定到2023年7月1日 換句話 與新巴的專營權戒滿日就相同 前述的專營權戒滿之後 新巴的專營權就會涵蓋了城巴和新巴的兩個巴士網絡 有效期也會去到2033年7月1日 其實早前已經有消息透露 合併這件事已經醞釀了半年 而且諮詢過上屆政府和運防局 但上屆政府沒有將這個議題交給行會討論 有知情人士都之前說過 新巴和城巴的基金公司認為 現在兩間巴士公司的路線有很多條道重疊 如果將兩者合併就可以更有效發揮現有車隊的效益 令到營運成本下降 而巴士公會就擔心合併之後會削減路線和裁員 追溯在2020年 其實這個新創建公司 以32億將新巴和城巴公司出售給裁團 新買家接手之後就成立了匯達交通 而且負責了兩間巴士公司的營運 不過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新巴和城巴的經營持續收押 回答在今年的1月出售所有八達通的股份套現 當時曾經表示 在第五波疫情下 其實每月虧了2500萬 累計已經虧了3.79億 根據上年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在討論巴士專營權續期的時候 也曾經提及有關新巴和城巴合併的建議 文件就說新巴主要在港島區營運 有見於網絡的擴展 其實對它的利潤增長空間也很小 前景也不是那麼樂觀 現時新巴城巴在港島區的過海路段也有重疊的情況 希望可以改善網絡就有效率一點 簡單來說 其實兩間巴士公司本身在管理上一早已經合併了 只是品牌和會計分開運作 由於市民對交通工具有很多選擇的關係 例如港鐵 相信合併就不會造成壟斷 新巴和城巴加起來有超過5000名員工 巴士公會就非常憂慮 兩間公司合併之後會削減人手 或者令員工待遇變差 新巴分會主任陳樹明表示 新巴和城巴的薪酬和福利政策不同 其實這個匯大交通曾經在去年九月請了300個時薪的巴士車長 這些新車長的制服不是新巴的款式 亦不是城巴的款式 但同時能夠駕駛新巴和城巴的路線 福利和待遇都比本身的車長差 所以很擔心在兩間公司合併之後 會令舊制的員工福利和待遇都變差 加上兩間巴士公司在過海路段真的有很多重疊 亦都憂慮會不會削減路線和班次 從而裁減人手 不過城巴是另一個看法的公會 他就說因為公司現在人手不足 相信減人手的機會都微 但不排除公司會趁機壓低成本 他就說兩班合併之後 前線人手的需要重新調配 工作地點或駕駛路線可能真的會有改變 要重新訓練 現在有部份機場線的車長也借調到新巴 都是自願的性質 希望公司在考慮合併之前 就能夠跟公會商量一下 不過其實因為面對港鐵的競爭 其實加價也要政府的批准 所以也不是太擔心兩間巴士公司合併之後 就會亂加價 至於龍運巴士 即是專門負責機場的路線 為期十年的專營權在2023年5月1號生效 這兩年半以來 疫情對機場巴士持續造成很大的打擊 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這個九巴月票的適用範圍 將會擴展到龍運經營的53條路線入面 即是每人持有九巴月票都可以每日十程免費搭龍運的路線 總括來說 新巴成巴兩間巴士公司合併 其實連龍運都可以納入九巴那裏 但願不能散修修 對巴士公司的經營都會相對好一點 好了 這節目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